各位同學 大家好 歡迎收看齊仲論語 由小到大 司長都勸我們要孝順父母 究竟在孔子的時代 他們認為孝順是甚麼意思呢? 與我們今天的理解有沒有差異呢? 不如我們就訪問幾個同學 看看他們的看法吧 我覺得孝順為之 小時候要幫助媽媽做家務 長大的時候就要正常問候媽媽 覺得身體是怎樣 長大之後我就會照顧我的父母 例如幫他們賺錢來養他們 孝順就是幫父母做事 例如幫他們做家務 控茶禮和按摩 低年級的同學認為孝順是這樣的 現在我們請到六師班的吳品船同學 和范希彤同學 為我們講解一下 維正編第七章 不如我們把時間交給他們兩位 為我們讀一讀這篇章 我們先開始 唯正編第七章 指由問候 指約 金之孝者是為能養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竟何以別苦 根據論語 孝順認為金之孝者是為能養 是不同意的 孝順並不單止是物質上面的公養 所以給父母屋住幫他們買東西吃 都不算孝順 你想想 你養隻寵物都要做到這些基本的要求 難道父母就要跟寵物一樣看待嗎 說得好 指權馬皆能有養 不竟何以別苦 父母和寵物分別是一個敬止 父母對我們的養育之恩 我們應該為他們作想 不要冒犯父母 心中要長存敬意 例如多些跟父母溝通 照顧父母的感受 體諒父母的難處 對父母有例就是 孝順 唯正篇第七章 旨由問校 旨約 金之孝者是為能養 至於選馬皆能有養 至於選馬皆能有養 不竟何以別苦 多謝今天分享的同學 希望同學在學好這篇篇章後 填好分享表 也不要忘記課間中讀 最重要是把學到孝順的想法 形容在日常生活中 再見 請問 正確 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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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